各位同学好 范例三这题呢 我们会使用到力的分解 还有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力造成加速度的概念 这个人呢 他的拉力是200牛顿 那这个木块呢 质量是40公斤 这是人的拉力 200牛顿 那他可以让他在光滑的平面上滑动 这样子 拉力与水平地面夹角是37度 重力加速度是10 那请问他的加速度是多少 他是在光滑的水平面上滑动 所以他最后应该是往前滑 他还是在地面上滑 并没有往上抬 所以他的加速度就是向右 加速度向右的话 代表他的合力就是向右的 合力就是向右 这样子 所以合力向右意思就是 最后他的力是向右 可是他的力是斜向上啊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向量的分解 向量的分解 向量的分解 那我们把这个力分解成垂直 所以沿着水平方向的分力 以及沿着牵直方向的分力 分成这两个 而最后应该要只剩下水平方向的分力 所以第一小题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手拉的力 200 然后呢 去乘上cos 37度 乘上cos 37度 这就是在求他的水平分力 然后他就会等于 ma 就会等于 合力 就会等于ma 因为最后合力要向右 他才会向右加速 所以人的力 出的力是200 和cos 37度呢 是5分之4 200除以5是40 4是16 所以我们的合力是160 那这个物体的质量啊 是40 所以a就是 4 这就是第一小题了 那第二小题呢 他想要问的是 平面施与木块的正向力 平面施与木块的正向力 就是木块和平面 互相挤压的力 木块有没有去压平面 有 他有压平面 而且啊 平面也有支撑塔 这就是 他们两个之间的正向力 这个正向力向上 因为正向力必定垂直接触面 这是我们在课堂上介绍的 好 那可是我们如果只知道他垂直接触面 但还不知道他的大小 倒是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往上的力 是手的拉力 他的千值分量 这是可以知道的 以及另外一个力 是重力 重力是向下的 这个本身的40公斤的东西的重力 是向下的 是向下的 这两个是可以知道 一个是手拉的力 它的千值分量 另外一个则是 则是重力 这个物体本身的重力 那这个物体本身的重力 则是40乘上重力加速度 G 所以是400牛顿 那其实这样的话 就可以算出正向力了 在千值向 千值方向上 合力是0 因为他并没有 留下 向上或向下的加速度 他的加速度最后是向右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 N 这是向上的 再加上人出的力 但是这时候我们看他千值分量 然后呢 就会等于向下的重量 那这时候N还是未知数 人出的力 他的千值分量就是 200乘上sine 37度 然后重量就是NG 也就是400牛顿 所以N就算出来了 200乘上sine 37度 就是 150 120 所以N就会等于 400-120 280 这就是答案 所以这一题他同时用到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力量的分解 一个是合力造成加速度 加速度的方向就是合力的方向 最后他是往右移动 往右加速 所以他的加速度只有往右 也就是说千值向合力为0 水平方向有加速度 3 谢谢观看